中文字幕志愿者 香港市民都能深深感受到 中国人在实现航天梦的忠诚上 具有坚定的奋斗决心 市民也是 大家为国家在航天科技上 取得的非凡成就 深耕自豪 代表团向香港社会展示的 是砥砺奋进 勇于担当 越强越强的坚毅意志 我相信 在国家的高级的发展当中 香港人都可以发挥所强 追逐力想 共同让这个东方基础 在地球表面上 更赏样 更突出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做出贡献 我们理解 这种弱情 不但是同胞之情 而且更多的是对国家 重大航天工程 取得成就的认同 是对英雄航天员的认同 大家都对 载然航天工程 后续任务的发展 特别是 第四批航天员选拔 能否有来自我们香港的载荷专家 充满了期望 这点 令我和代表团印象非常深刻 昨天中午 我们与教科界进行了简单的参序 之后到两个大学 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我们很多团员给我说 在交流过程中 他们发现 我们香港教科界 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试验 有可能在中国的空间站上开展 此外 在代表团 以前到中小学生交流期间 中小学生 从他们所问的问题 从哲学到生物到医学到工程 无所不包 也体现了我们香港中小学生 良好的科学素养 少年强则未来强 这点难能可贵 我们赞然航天工程 下一步 一要按计划 推进第四批航天员选拔 争取在年底取得结果 来回应我们香港同胞的关切 第二 我们要务实推进 与香港教科界的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 probab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